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的是今天的Leçon 5,第五课当中的第五课,也就是最后一个语法点。 我们要讲的是疑问词g,还有疑问句式,叫做guess que。 好,这一个形式应该如何来使用呢?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g这个词。 g这个词呢,实际上它表示的是what,也就是英语当中的什么。 OK,好,那么先看第一个句式啊,叫做guess que,guess que。 好,先不要着急,我们先来看一下guess que这个词,实际上它就是g,什么,加了一个es que,es que。 好,es que这个词呢,它是一个纯语法结构上的词,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大家先给我搞定它的发音,叫做, es que,es que,然后加上什么,连起来呢,这句话就是在问什么,后面加句子就可以了。 好,我们来看一个句子啊,既然guess que的意思就是什么,比如说,您有什么,这句话就可以问成叫做guess que vous avez, guess que vous avez,它相当于英语当中的叫做what,es que等于do,you have,这样一个形式,相信这样一比较,大家就更好理解了啊,叫what do you have, 那么这个es que这个词呢,就相当于这个do,这个结构,纯语法结构上的词啊,好,what do you have,好,再来一句话,这句话在口语中常用啊,这句话叫做guess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好,guess que依然是什么, guess que vous,您,fait,就是英语当中的do,做的意思啊,don la vie,在生活当中,也就是您是干什么的,你的职业是什么,它相当于英语当中的goe等于what,es que是一个语法结构的词等于do,然后呢,你做什么,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就你的职业是什么,好,大家给我读一下啊,guess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 quess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 quess que vous avez, quess que vous avez, quess que vous avez, avoir的便利我们已经学过了啊,ok,好,那你就明白了,guess que这个词,当你想问什么这个词的时候,你就先出来,guess que,然后再加主语,加位语,就一定没有问题,好,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一个句子叫做guess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在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的,也就是问您的职业是什么,好,如果我跟您说呢,呃,吃这个词呢,更复的便利叫做prene,prene,那你会不会说这样一个句子叫做您吃什么,您想来点什么,ok,相信大家是会的啊,叫做guess que vous prenez,对不对,guess que vous prenez,好,再来,如果告诉大家,看这个词呢,叫做regardé,regardé, 那您看什么,您在看什么,这句话就叫做guess que vous regardez,guess que vous regardez,如果说说这个词叫做dite,dite,那你就应该知道guess que vous dites,就是您在说什么,ok,还有一句话很重要,要交给各位,叫做guess que c'est, c'est,我们已经学过了,叫这是,对不对,好,那么加上guess que,就是这是什么,叫做guess que c'est,guess que c'est,好好,好,就是我们讲的第一种疑问句的变形方法,叫做guess que,然后加主语,加谓语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第二种形式,好,这是我们刚才讲过的句子叫guess que vous faites en la vie, 在生活中,您做什么,那这句话呢,我还可以做这样的变化,就是直接把guess que,这个词放在去手,把es que那个词呢,很长串的一个表示语法结构的词,给去掉了,那么一旦去掉了es que,ok,他就只能够主位倒庄,这个疑问句才算正确,所以我们叫做guess que,叫您做什么,先说什么, 然后把做和您颠倒一个个儿,que fait vous,中间加一个小小的连字符,don la vie,就您在生活中做什么,那所有的句子都可以这样子,以一个格放在去手,然后做主位倒庄,也可以构成一个疑问句,好,我们来看第三种的构成方法,歌呢,如果放在句子当中,它需要变成另外一种形式,它的发音也会发生变化,叫做 好,看这样一句话,第一种形式叫做 guess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guess que,加主语,加内语,第二种形式,que faites vous dans la vie,先写 que,然后再主位倒庄,第三种形式,叫 vous faites quoi dans la vie,在生活当中,您做什么,第三种,跟中文的语续是完全完全一样的,那注意,歌放在句子当中,为什么,只能变成卦, 也就是,que表示什么的疑问词,是不可以出现在句子当中的,它一定要变换形式,变身成卦,才可以,好,三句话都非常的正确,大家再给我读一遍, quess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que faites vous dans la vie,que faites vous dans la vie, vous faites quoi dans la vie, vous faites quoi dans la vie,非常好, 那么下面,大家要注意,这三个句式呢,是都可以构成,呃,疑问句,对不对,第一种是guess que,加主语,未语,第二种是歌放在句手,主为倒庄,第三种是把疑问词放在句中,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歌的话,歌要变成卦,才可以,那么一定要注意,他们三个分别使用的场合不同,就是,有es que,这样的句子呢, 那么在词当中有了,guess que,对不对,它是书面和口语都可以使用的,书面语和口语都没有问题,如果以歌作为开头,然后主为倒庄,这样的句式呢,比较适合于书面语,也就是比较,呃,官方的场合,正式的场合, 如果出现了guess这个词,也就是按照中文的语序来,您做什么,这样的情况呢,疑问词放在句子当中,比较适合于口语,guess这个词很少,在正常的场合下会出现,所以呢,我们都是在,讲在非正式的场合,或者口语当中,guess才会出现的频率比较高一些, 好,我们来做一个小练习,看一下您说什么,这句话应该怎么表达,好,说这个词, 我们还没有学动词变味,大家直接胡沦吞吊,把它记起来就可以了,啊,名说叫做dita,dita, 我来说这个多音节的词中是不发音的,dita,连起来叫做guess歌,vutita,guess歌,vutita,好,这是一个以guess歌作为句首呢,加主语加谓语的话,好,第二种方式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把歌放在句首,然后主为倒庄,对不对,好,请你试一下,就是歌放在句首,然后加主为倒庄,先说动词再说主语, 非常好,叫做g,dita,vu,g,dita,vu,很好,啊,好,那您说什么,vutita,quo,vutita,quo, 歌放在句子当中变成quo,ok,好,这三种疑问句的变形方式,大家掌握了吗, 接下来交两句话,叫这是什么,第一句话叫做guess歌诗,guess歌诗,这是什么,口语当中你还可以直接说这是什么,按照中文的语句来,叫做se,quo,se,quo,se,quo,ok, 好,总结一下,刚才讲过的有关歌的疑问句,第一种呢,我们叫做gu,放在句中变成quo,叫se,quo,se,quo, 第二种我们用guess歌来发问,叫做guess歌诗,guess歌诗,这是什么,前面整个这个就表示什么,guess歌诗, 好,我们回答说,这是一本维克多语谷的小说,ok,guess que c'est,c'est quoi,那你回答, c'est un roman,小说,de Victor Hugo,非常好,c'est un roman de Victor Hugo,好,我们谋定一个对话的情景, 比如说,这是什么,c'est quoi,guess que c'est,c'est un roman de Victor Hugo,好,再看一句, que faites vous dans la vie,vous faites quoi dans la vie,好,第一个是单独用que,放在句中用gua来进行发问, que faites vous dans la vie,vous faites quoi dans la vie,好,那 qu'est-ce que,放在句手,然后加主语,加位语, 那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 qu'est-ce que vous faites dans la vie,我是,你是做什么呢,回答,我是医生, je suis médecin, 好,ok,好,下面呢,我们来教大家一个新的句型,大家看这个句话,有三个小词出来了, 一个叫做一了,中间那个是一,最后一个是啊,那么这个词呢,相当于英语当中的, there is,或者是there are,这样一个句型,就是这里有什么东西,它不需要进行任何的变位, 无论后面的词是单数,还是附属阴性,还是阳性,直接出来就是它,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用啊, 那注意它的发音哦,前后连读,叫做Iliy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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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什么什么,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句,例句,叫做Iliya un livre,Iliya un livre,这是一本书, 这儿有一本书,Iliya un livre,这儿有一些学生,好,如果我要用Iliya来做文句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要问这里有什么,好,出现什么,你就用这一个短语来问,对不对,叫做Gasque, 后面再加主语加味语加Iliya,好,后面是个地点状语啊,叫Dans le café,在咖啡馆里面, 说在咖啡馆里有什么呀,好,那注意,歌呢,遇到原音开头的依然要省音哦, 所以变成了叫Gasque,对不对,这里本来是Gasque, 这儿因为要省音变成Gasque,然后连读,叫Gasquiriya,Gasquiriya, 好,大家给我读一遍,Gasquiriya dans le café,Gasquiriya dans le café, 对,在咖啡馆里有什么呀,好,好,我们来给大家总结一下 Iliya这个句型的疑问句应该怎么来表达,首先呢,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在经常用的句型有这么两个,一个叫做Iliya quoi, 也就是这里有什么,有什么,跟中文语句是一样的, Iliya quoi dans la chambre,Iliya quoi dans la chambre, 还可以问叫做Gasquiriya dans la chambre,在房间里有什么, 叫Gasquiriya dans la chambre,好,如果回答的时候, 我们说有一张床,一个桌子和两把椅子, 那就Iliya,后面裸列就可以了,叫Anlie,一张床, Une table et deux chaises,两张椅子, OK,好,大家再跟我读一下这两个例句, 第一个,Iliya quoi,Iliya quoi dans la chambre, Qu'est-ce qu'il y a, qu'est-ce qu'il y a dans la chambre, OK,好,这就是一问词, Gasquiriya quoi,以及qu'est-ce que, 在句子当中的使用方法, Gasquiriya quoi,